大家好,我是主播琪琪,欢迎大家来到大波琪娱乐频道,您的订阅是琪琪的动力源泉,不要忘记担击小铃铛,这样您就会及时收到琪琪的更新信息,谢谢大家。 最近大火的古装,曲庆余眠,引发了很多观众的追剧热情,不仅是因为张若云、李清、肖战等众多明星的人气和流量,更多的是因为庆余眠中诞生了很多各剧魅力的影视角色,让人追剧欲罢不能。 庆余眠作为一部,难凭小说改编剧,意外的也吸引了不少女性观众,看了这部受众,广泛的庆余眠,你觉得哪个角色最有魅力?你最想嫁给哪个角色,最想娶谁呢?一起来看看网友的投票吧。 首先,最具异性缘的男性角色,无疑是大男主范贤了,以百分之五四的票数遥遥领先,张若云也因此人气大爆。 不过电视剧和小说有别,不少观众声称只想嫁给电视剧中的范贤,原小说中那个处处留情的范贤就算了,看来张若云的魅力真是让人无法抵挡。 令人意外的是,观众投票第二的角色不是帅气的小鲜肉们,而是大富贤贤的王启年。 作为范贤的跟班,王启年可谓是全剧的搞笑担当,抠门剧内成了他的标签,没有经过夫人的允许,连子都不敢死,众多惊人语录,让人捧腹大笑。 不过在这抠门和剧内背后,却能够看出王启年有多么宠妻和顾佳,这样的男人当然值得嫁了。 难怪人气只逼男主角范贤,还名次之的是五竹和范贤。 看来很多女性观众对几几人男友很感兴趣啊。 琪琪在社区里也搞了一个庆余年男主你最想嫁给谁的投票活动,如果你有兴趣,欢迎来社区投票哟。 谢谢您的观赏,如果您喜欢琪琪的大波奇娱乐频道,请您订阅吧,不要忘了单击小铃铛哟,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收到大波奇娱乐的更新了。 一定要记住,订阅琪琪哦。